从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呢 反夫贸协议的学生 冲进立院后形成了台湾时尚首度 学生占领议会 今天的一整天 UDN TV还有联合报系的记者 都在持续关注立法院的里里外外最新消息 就马上连线记者李黄轩告诉大家 现在立法院的气氛如何 黄轩请说 是的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立法院的大门口 那其实今天立法院一整天呢 各个门口都有不少的这个抗议学生聚集 少着400人多则800人 那因为就是这个人数的预防管越来越多 所以游览车也有中南部学生 要包游览车北上来深远 所以现在警力也是加强部署 那有近百名的这个警力呢 现在是围在这个大门口 那因为他们人数越来越多 也引起学生的不满 认为他们越见越来越往外移动 所以现在学生的情绪也是高涨一些亢奋 那在青岛东路的侧门口呢 就是有一些学生陆续的爬进这个议场 要把议场呢就是就塞爆 让警方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波的攻坚行动 以上是这边的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同类主播 好可以看到刚刚现场的状况呢 是还算平和 不过警力跟人潮都越来越多 就是刚刚看到的场外消息